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更小一些的鱼苗 这种可能性是不是更大了呢 另外 鱼缸中加入低沙 可能会引起水质变化 就算这种变化是轻微的 可对斗鱼苗来说也可能是致命的 毕竟它们还太小 体质太弱了 也许有的朋友会说 大一些再放低沙就可以了 可是既然斗鱼苗能在无低沙的情况下健康长大 为什么还要让它们承担放入低沙后可能存在的风险呢 综上所述 建议养斗鱼苗 不要放低沙 等它们压成或成年以后再折腾吧 收拾大压 Harmony 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